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很多观众朋友 要来了解天气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请教的是 气象主播宜文 宜文早安 很多观众朋友说 这几天雨下得好大 所以准备要出门上班上课了 该准备什么呢 这几天还是要提醒大家 记得攜带雨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地面天气图 其实原本这个葡萄桑 它是二进二出上海 而接下来 它也影响到日韩 这几天因为它并入了 这一道长长的封面 所以日本跟韩国 这两天也是雨势不断 而影响我们最剧烈的 就是TD-19了 它是这样子直接绕过来 然后再并入 这整个大抵押带当中 让我们这几天 雨势是真的吓到让大家说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停下来呢 而现在雨势渐渐趋缓了 最主要接下来 在未来一周 就要看看后头的大陆冷高压 因为它也在后面蠢蠢欲动 今年的第一波东北季风 应该在这一周 就会来南下影响台湾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大低压系统 还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最主要TD-19 它是这样子绕过我们台湾一圈 接下来它就是在我们的南方海面 并入整个大抵押带 所以这两天的雨势 就是因为受到它的影响 不仅让我们北台湾吸进很多的水气 而且西南风也让我们南部地区 雨势好惊人 这两天最多的地方 就在屏东的三地门 可以看到这个累积的雨量图 已经出现了粉紫色的区块 来到了433.5毫米 北台湾也都有突破350毫米 今天上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气象所持续来发布了 好大雨特报 就是针对了北台湾 还有在南部地区 今天仍然得要留意 雨势是会不断地下下来 而暂时今天雨势是渐渐趋缓了 最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 就是以北台湾了 虽然这样子的图示 还是让大家觉得蛮惊人的 但是还是以午后 就是今天下半天之后 雨势才会下下来 而到了入夜之后 水气就慢慢来减少了 到了周二 周三 就会恢复到比较典型的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只是接下来周三 周四 刚刚有说到了 第一波东北季风 就要来南下影响台湾了 所以预计周四的时候 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水气了 尤其在马祖离岛地区 是持续会有震雨的 另外周南部 就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了 温度上头 今天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还是比较闷 比较热 因为水气比较多的一些 而到了周四 周五之后 转吹东北风 东北季风的环境之下 高温就会来慢慢下降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东北季风 就是在周四的时候 可以看到地面天气图 它就来影响台湾了 降温的幅度会达到多少呢 到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一波 东北季风的强度有多强 所以后期的天气 还是得要再持续观察 不过今天外出 还是提醒您 记得要攜带雨具 以上是这一节的强资讯